牛蒙你想不想吃肉啊 想吃肉呀 今天我要特地的表扬一下 我媳妇 知道老公上班辛苦 给我炖了一大锅肉 你想多了 我这是给我闺女炖的 有我的汤吗 看闺女餐的 牛蒙 你想不想吃啊 看这里看爸爸 不给他吃了 牛蒙你想干啥呀 吃肉呀 你给爸爸说吃肉 牛蒙你想吃几块呀 五七八九 哇这么厉害呀 香不香 香 香 真香吗 真香 真香 我能吃一块了吗 前面不都给你吃 你说你妈妈会不会吧 会 会是不是啊 嗯 闺女比较说她吃肥一点的肉 她不喜欢瘦的 你看她胳膊上 她这两天有点过敏 然后不敢给她吃鱼或者虾了 给她弄了肉吃 香不香 吃饭了 没有了 我看你啃干净了吗 哇 哇 真没有了 是不是 再来一个 嗯 我问你是不是吃饱了吃饱了就不用吃了 你吃饱了是不是 吃饱了吗 啊 你是不是吃饱了呀 吃饱了不再吃了行吗 不能吃了你吃饱了 啊 求求爸爸呢 你再求求爸爸 给你拿一个好不好 最后一个好不好 你没知道最痛苦的是她吧 是看着她娘脸在那吃肉 我还要在这给她们 什么 什么啦 你想要那个大的呀 看 闺女生气就是这个样子 给她给她给她 爸爸打着妈妈行不行 行呀 嗯 你该怎么说呀 你有没有 哎呀真乖 你看他太冷吃了 你看这个手里都第几个了 手里那个这么大一块 他就是典型的 是在手里的 看在碗里的 你看你一样 哎呦 手里还有呢 是你手里那个 嘿嘿 嗯 这个不能吃了 拿出来快点 哎呀 这个也不能吃啊 快点拿出来 这小坏蛋 这两天抓住啥吃啥 不管能不能吃都往嘴里放 然后今天我准备给她一个教训 嘿嘿 我准备出去给她买个臭臭的榴莲 让她感受一下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那么香 现在在超市里边 然后准备去买一个臭榴莲 让我供你炒一下鲜 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我老公喜欢吃太贵了 刚才拆袋子的时候都把我的手给我扎破了 你们看 好臭啊 我怎么感觉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呢 我这次学怪了 哇 它已经裂开了 我先尝一下 一会再给小坏蛋吃 嗯 这个东西闻着臭吃着香 怪不得我老公喜欢吃呢 我去喊我闺女 妈妈给你买的好吃的 闻一下 试吧 快点哈哈哈 汤哈哈哈 臭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小吋 想不想吃 想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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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就过来吃啊 萌萌香不香 香不香 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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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这里 哎 你怎么不嫌臭呀 臭臭的呀 牛蒙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过来 再吃一口 我感觉他是不是喜欢吃了 我以后可买不起啊 这个东西 你喂 香不香 香不香 看来今天我没让他吃到教训 我吃到教训了 你以后还皮不皮了 那你还乱看东西吗 你再皮我就给你吃榴莲 你听见了吗 哎呀 当一个女人不爱做饭的时候呀 她们什么事情都给你做得出来 就比如我们平常吃的包子 她能做的和盘子这么大 这是我们家今天的高级厨师长 兼媳妇兼卫生管理员 你看她埋态的 你就不会用毛巾擦一下什么 包着呢 盘子我都给你拿来了 还没熟呢 她给我做了一个今天定制完了 就就就像就像她手里那个包盘子那么大 我老公告诉我她能吃五个包子 然后我先麻烦吧 我就把五个包子里面揉到一起 然后做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包子 那是稍微大一点吗 都跟盘子那么大了 现在还没熟呢 等会吧 看到了吧 刚才就是我的家庭地位 她整天在家和我 没有哈 这一会又装可怜了 终于熟了 你看她包着包着 是不是特别大 客官你的包子好了 哈哈哈 那个大的是我知道 是我的那个呢 就是我的呀 那个小的呢 这是牛蒙的呀 她吃得了吗 差不多吧 这就是我媳妇的手艺 我都不知道熟没熟 哈哈哈 你看她笑的 这是平常大小的 你看这一个 对比一下 哈哈哈 牛蒙来了 吃包包吗 牛蒙 吃 吃包包呀 去吧 哎呀 吃到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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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皮还没有吃下去呢 快去再去吃 这个是谁的 阿萌萌 这个包包不是爸爸的吗 是爸爸的吗 嗯 再去吃一口 哇 哎呦 你看 你别拍了 闺女把你的肉 都给你发拉出来了 你还吃不吃啊 牛蒙 还吃不吃啊 吃肉呢 好不好吃啊 妈妈 谁给你做的呀 奶奶 不是妈妈呀 是妈 啊 你说不是给我做的吗 我先吃点肉 给我留一口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炖了一锅肉 然后现在熟了 我准备和闺女先偷吃一点 你想不想吃肉 吃 再来送一说 吃 你想不想吃肉 吃 你在这里等他妈妈去给你拿肉 好不好 好 看看这一锅肉 闺女别打乱哦 看看 哇 看这一大块肉 我闺女特别喜欢吃肥肉 哎呀 好 好 嗯 你得骨头下腿了好不好 好 嗯 不要呀 不要 嗯 你要吃 热不热 吃吃 吃 就一拚要自己一拚拿去 恰不恰 好不好吃 看看高興吧 腳丫子都拍起來了 我还没吃呢 买真香就喜欢大口吃肉满嘴四油的感觉 嗯 估计他今天晚上都不用吃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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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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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个腿换啊 好不好吃 给爸爸留一块好不好 那你不是爸爸的小情人吗 你吃完了爸爸就没有了 哇 好凶呀 给大家说一个事情 当两岁的小朋友 他不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然后又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 那你要注意了 他肯定又不知道跑到哪个角落里 去调皮捣蛋了 我说的是两岁以下的 因为我家宝宝才两岁 然后三岁以上的我就不知道 走 我带你们看看 你干啥呢 聂蒙 聂蒙 你干啥呢 来来给我 他给你爸爸咬坏了 你爸都舍不得抽 我的天啊 你们看他吃了啥 昨天都快把我给吓坏了 他昨天吃了一整个这个口洋糖 牛蒙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这个东西能吃吗 不能吃啊 那吃了会什么呀 肚子疼呀 昨天我是从他嘴里抠出来的 一大块口洋糖 然后昨天被我给骂了一顿 今天他妥协了 不敢那个往嘴里吞了 然后他只敢这样舔一下用舌头 哎 牛蒙 牛蒙 你过来 这个东西能不能往嘴里放 没有 放嘴里 妈妈会怎么样 嗯 会打人是不是 这谁给你买的 爸爸买的 回来揍你爸爸好不好 好 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牛蒙 记住妈妈的话 嗯 这个口洋糖 不能推到肚子里 推到肚子里 就拉本来住手了 是不是啊 嗯 这小牛蒙可坏了 你们不知道 昨天健哥剪了那个手指甲 然后他偷偷拿出来扔到他喝茶的那个水杯里了 小姐们 你昨天是不是干坏事了 是不是从这个沙发上 然后剪了你爸爸的手指甲盖 给他扔到水杯里了 下次不能这样 下次要剪他的脚指甲盖 然后给他扔到水杯里好不好 好 这个人要揍你 揍你 看孩子太不容易了 整天被他气得腰疼 柠檬听妈妈话 把这个东西吐出来 拿着拿 你吐出来吧 在手里吐出来了 你看他有时候其实也挺听话的 让他吐出来 他自己就吐出来了 柠檬你看你胖的 刷下巴都出来了 你怎么那么皮呢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 哈哈哈哈 你看他撅着个屁股又不知道玩啥呢 像口腰糖这种东西小孩子是不能吃的 这是怪他爸是他爸买的 然后他偷偷拿到的 如果下次他爸还买的话 我键一次打一次 牛蒙你也一样啊 哎 哈哈 牛蒙 干嘛呀 哈哈哈 嘿大家好我是中文今天我准备做一个大餐 不是我想吃 是我看健哥上班太辛苦了 我准备犒劳一下他 你看健哥下了班热的 衣服都湿透了 哇 我花了五多块钱买了这三种肉 然后第一个是猪头肉 中间是猪皮豆 下边是一块牛肉 我今天准备用这个大盘子和这些食材做一个大拼盘吃 我看现在网上有好多这种大拼盘吃的 我今天要准备试一下 好了 完成了五十元的大拼盘 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啊 牛肉 牛肉 花生米 这是猪皮冻 这是猪脸的肉 这一块是给柠檬留的 然后这个黄瓜 这个是我锤的大蒜 这个是蘸黄瓜用的 豆瓣酱 哇 我先尝一尝 好好吃 看 有肥有瘦的 这种太香了 哇 你看这个好诱人呀 我先喊小牛蒙 我怎么感觉你是给闺女弄了一个自助餐呀 不是给我弄的 你知道柠檬几天没吃肉了吗 就从上次吃葱了之后到现在没吃过肉 有四五天了 这是健哥吃肉必备 好好好到满了 看一下 这个大拼盘这里边的肉我也就花了十多块钱了 然后再加上这些蔬菜 再加上这个盘子吧 也就六十块钱 喜欢吃的小伙伴可以做一下 关键是里边想吃啥可以放点啥 再喝上一点小酒 这小日子美的不要不要的 好了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了 拜拜了 臭牛蒙今天遭罪了 发烧还没好呢 然后又起了一身的疙瘩 你看这一片一片的小疙瘩 这一会儿好多了 柠檬你听话一会儿吃药哈 嗯 从柠檬从昨天晚上两三点钟就开始发烧 然后健哥埋怨我说我给他吃羊肉吃多了 给他吃了有那么一大块吧 这发烧还没好呢 他又全身又过敏了 起了一身的小疙瘩 你看 手上都是那种小疙瘩 健哥还没下班呢 下班之后还不知道又怎么埋怨我呢 来我给你量一下他发烧了 三十七度三 三十六度吧 我带他去看医生了 医生也没有说明白就是因为是因为什么过得敏 或者是就是发烧过敏了 或者对什么东西过敏 然后开了一点退烧的药 给拆了一点抗过敏的药 还有一些药膏 哎呀我从昨天晚上两三点钟 就一直没怎么睡觉 小柠檬一直在闹人 他那个发烧烧的满脸通风 然后手心脚心可热了 昨天晚上半夜 因为那个给孩子吃药这个问题 健哥还和我吵了一架 因为一开始柠檬发烧的时候 健哥就让我喂他药 我的意思是 如果发烧不是很高的话 就让他自己扛一下 锻炼他的一些那个抵抗力 然后健哥心疼他闺女 看我不给他吃药 大半夜和我吵架 今天早上健哥上班的时候 还在叮嘱我 让我给他买一段那个退烧的药 背着 然后我一直怀疑 是不是昨天给他那个羊肉吃多了 然后消化不良 及时引起的发烧 今天去给小柠檬看医生 医生还叮嘱我说 不能一味的惯着孩子 他想吃多少就让他吃多少 你看那么大块羊肉吃的太多了 来柠檬你自己捏一小块吧 在嘴里快冲下去 哇好棒 丢下去了吗那个药 验 验他 验去了没有 怎么吐出来了 牛蒙你这个勇气可佳 但是你不能光喝水啊你吃药 我这两天准备不让他吃了 然后也不让他爸吃了 吃素 要忙 你说我好了 我不发烧了 我好了 我好了 因为孩子不知道吵了多少架了 他觉得我的方法不行 我觉得他的方法不行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了 今天买了二斤羊排 然后炖给健哥和臭柠檬吃 健哥想吃羊肉了 然后柠檬呢 爱肯骨头 然后今天我就买了二斤羊排 二斤多一点 然后45块钱 不到100块钱的 我本来想弄烧烤的 但是太麻烦了 还是水煮吧 才能把汤留下来喝了一下汤 做羊排嘛 我喜欢煮两遍 第一遍呢 套一下水 然后第二遍再开始煮 今天呢 我做羊排 准备只放葱姜 然后不放其他的大料了 然后料太大的话 不适合孩子吃 然后我再做一个蘸料 我那个人比较懒嘛 然后炖肉的时候 喜欢用这个电脑宝 第一嘛 炖出来的肉比较软 适合孩子吃 第二嘛 它能把汤留下来 就是过日子嘛 你要把这个食材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 烫也不能放过 羊肉要炖一会儿 我现在在那准备一个蘸料 孩子嘛 太原味的 健康吧 口味比较重 呸呸 老葱老葱 倒点味鲜 倒点蚝油 再放点我自己做的辣椒油 原来应该放点小米椒的 但是那个太辣了 我吃不了 就这个 现在已经炖好了 哇 吃了吗 哈哈哈哈 哇 你看 骨头和肉都分开了 牛蒙你把这块肉提起来 再高一点 你们看 他就挑这块大的肉 哇呀哇呀哇 快点热热热热 你们信不信他能把这块肉吃光 我不嫌弃吗牛蒙 你让他吃光很厉害 香不香 嗯 香 香 嗯 嗯 嗯 弄一块我吃的 哇哇 哇 呀呀呀吧 放点辣椒油 哇 你们看 牛蒙蘭 你們知道健哥為什麼不說話嗎 我今天說了這就是他吃羊肉的代價 不能說話 真香 健哥再給我拿瓣蒜 重口味 你怎麼還護食啊 我也試試膩 我的手比羊肉還香嗎 我感覺我今天吃完又散火了 現在有小檸檬表演啃羊排吃吧 哇 哇 現在我給你拿酒吃啊 好 牛毛 拜拜 拜拜 外邊還下著小雨 牛毛外邊下沒下雨啊 下雨了 這就是我娘倆剛起床的樣子 嗯 啊 我發現一個人的髮型真的可以決定一個人的顏值 今天沒有給小檸檬炸頭髮 你看他的眼睛好小啊都看不見了 選一個給炸頭髮 這個 這個 有好多網友喜歡看小檸檬 其實他太難開了 這孩子剛剛被我抓回來 你不下邊給我弄點東西讓他玩的 然後他根本不是配分 根本你沒辦法 健哥最討厭我娘倆出門的時候炸頭髮了 就小檸檬這個頭髮就要炸半個小時 人家健哥刮鬍子然後再洗頭 都不會超過五分鐘 然後我發現自從有了孩子之後 我都被磨的都沒有脾氣了 然後要是我以前那個脾氣的話 我找拉出去 揍著揍一頓了 咬他打我呢 你們看他整天欺負我 他整天和他爸喝幾伙來欺負我 哎牛蒙 你留個光頭行不行 不炸表表了 不行 那留個你爸爸那樣 就是頭髮那麼短的那個 就這樣呢行不行 行不行 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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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後面的頭髮都弄成這個樣子了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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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還有一個就炸完了 這都快半個小時了 早知道就聽他爸爸給他留個光頭了 給他留個光頭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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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一會和你扎一樣的小便好不好 好 好 來快快扎便便 我去扎和和牛蒙一樣的髮型 我看看牛蒙看到了之後會有什麼反應 哈哈哈哈 媽呀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不知道健哥看到後會不會打尾啊 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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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蒙牛蒙 你 媽媽這個頭髮上不下你的 下 你怕我不笑了我怕你渴 你說媽媽不笑了 媽媽你好可愛